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课程理论研究 我们今天来到第3章课程理论各家学说 我们来到第4个主题 学术理性取向课程理论议题变证跟实践可能 来看到实践的面向 我们来到3-4-2 学术理性课程特色及对课程实际的启示上 首先我们看一下永恒主义的学术理性课程对课程设计有哪些启示 我们用理程师老师的想法来看 首先他就 课程设计的影响里面 涉及到 主张说设置永恒学科的课程 然后促进 学生理智或是理性思考的那种发展 就课程目标来讲主要是强调 培养学生的理智 他们认为说教育的性质基本上是不变的 教育的基本原理是永恒的 教育目的是培养有理性的公民去参加未来生活 就等于是我们进行课程设计的那种考量里面 主要依据这种永恒的原理 跟那种培养公民素养的那种 的那种意图去设计我们的课程上 第二个就课程内容来讲 课程应该以永恒学科来组成 他们认为说永恒学科是那种普遍 那种学理博雅知识这种学科里面的知识是个训练理智 最好的方式 基本上这种永恒学科有三大类 第一个是理智训练的内容 第二个是 属于教材 古代经典的教材 第二个是理智训练的方法 怎么用问答思辨 或是引导 或是惨佛启发这种东西 或是灌输 让你记忆背诵 读写算 去做运用 然后最后也是进行理智训练的一个工具 的运用 那就课程师师来讲 强调理智的训练 主要认为说教师必须透过教学促进学生自我积极的活动 然后第二个是教学就是读书跟对话交流跟研讨 第三个教学需要必要的处罚 所以看起来他还是有一种比较强调老师的那种 权威性 首先就第一点来讲他认为说教学是有目的 有计划的培养 那个学生 治理的活动 领导活动 教学不能够一味迁就 学生的那种愿望跟兴趣 然后那个 学生应该有责任感跟义务感要服从 学校教师的管教在老师指导帮助下积极主动学习 教师的作用制表现在 跟人的自然发展过程中互相合作 那第二个 读书对话交流研讨里面强调读书要有理智训练的价值 永恒主义主张要引导学生反复阅读 五点著作有关的章节 手机有关的段落 还有推崇苏格拉底的问得法 然后教学必须要坚持必要的处罚 他认为说 持一个性恶论 认为说教育的惩罚 有别的说那如说自然主义说不要处罚学生 自然就会处罚他认为说老师有必要去介入 去处罚 那基本上李陈志老师他们简要平息一下永恒主义的课程 他主要强调不变的真理人性观道德 然后反应的课程必须要重视学生理据 培养跟训练的一些活动 他的课程也是 提供一种从大学到小学里面完整的课程方案 另外理念他也是重视人文学科 比较忽略到那种职业啊 技能教育 比较重视那种 博雅那种文学啊 社会学啊 这种 广博学科里面 上知天文学是地理这种 涵盖广泛领域的那种 学科知识学习 第五个永恒主义强调学校对学习的主导作用 强调学生的读书跟研讨 基本上整体来讲永恒主义课程可以说是一种人文学科的课程理论 他理论来源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都是与人文学相互适应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进退主义学术 理性取向课程对课程设计的歧视 反而说他重视着这种对精确主义对课程设计的影响包含跑梁普世的真理 大概念啦 自利于传递于共同文化的那种遗产 所以他的课程目标里面是传授文化遗产跟进行理智道德训练 就宏观的角度来讲他认为说那个 学校的教育目标课程目标必须要重视传递人类文化遗产 就为官来讲的话 那个教学或者课程目标必须重视实施个人理智跟道德训练 那就课程内容来讲必须要选择共同不变的文化要素 课程包含说课程内容标准主要是强调共同的不变的文化要素 把课程视为说是一个世界的缩影 广播多方面的学习 第2个是强调文化影响中永恒不变的要素 认为说课程知识 那个不变的要素要作为一个课程知识的基本核心 一个普世的真理概念原理原则去做一个 跟其他之间的那种实在的一种实际的东西 其实做互相关联 印象来强调教育的任务必须要 在那种新生态中的表现文化要素之中去呈现 传承文化跟创新文化这样 第2个课程内容选择原则里面 他重视必须课程内容必须要有利于国家跟民主 有长期性的目标促进国家民主的认同 第2个课程内容必须要强调理智训练作用基础学科 比如说读写算这种 让头脑可以动动头脑怎么去 思考啊联想啊或者说记忆背诵这种东西这样 怎么去后设思考啊怎么去做比较啊 或是说那种那个分析啊之类的批判之类的 那课程内容要重视价值标准 重视学习习惯跟基本 技能知识观念概念理想情感化的准则跟态度 那第3个就课程内容主持语言编排来讲 强调说应该恢复各门学科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并严格的系统编写教材 另外也是强调学科课程的划分是有必要性的 因为透过分化的有组织有系统的一些经验 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果 充分的发挥让学生可以 那种培养他们自力训练的 学习机会的一个作用 那第2个就课程实施来讲 他比较强调学生接受式的教学 强调老师只要 学生只要听老师讲 为主 老师引导老师教课为主 认为说老师是教育宇宙的中心学生要服从教师的领导 第一点他认为说老师就等于理智的模范 等于文化遗产学士的模范 等于传统社会价值标准的模范 所以老师应该反映社会过去跟现在最好的东西 必须要强调老师的那种尊师重道的核心地位 强调教师跟学生都是 一种权威跟服从的 学生要服从老师的关系 而不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等于说老师会 教不掩师之舵这样子 想到老师必须要去 那种约束学生的重要性 第二点 第二点那个课程实施认为说教学即是心智的训练 那前面那些观点蛮像的 重视心智训练认为说教学里面要安排心智训练活动 通过心智训练的训练让学生可以 学会理智的分析 他所情境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所以他想到说在这个过程之中 心智训练过程之中 学生应该刻苦学习 强迫自己专心自治 严格要求学业的标准 那老师有必要的话也是不排除灌输 就可能学生一时无法理解嘛 老师就一些 直接跟他讲说那到底是什么 那作者是怎么想啊 是什么原理啊 要解释那种 解经 解经之类的那种 那个做法这样 另外善用讲诚制度来 督促学生那种 那个经手学习 经手所学习的那种知识 要该记得就记得该背诵 背诵 该思考的就思考这样子 然后该回去做作业就做作业 另外 第3点 课程实施的第3点强调 教学是儿童接受跟默认 老师灌输的社会文化移成的过程 李晨晨老师他们认为说 基本上继承赫尔巴特知识教学类 进行发展出一种系统教育 基本上赫尔巴特叫做那个 教育科学化之父啦 系统化的 只不一那主要 把教育的过程之中 分成做可能那种 联系民聊系统的方法嘛 一个有次序的 也是当初一个 我们那种 今天那个教案设计里面 想要准备活动 发展活动 重合活动里面 一开始揭示目标嘛 然后 明星 然后联合系统的方法 这样子 然后新旧经验连结啊 有组织的那种 安排教学活动 那最后是那种 让学生可以学习适用的方法 那另外重视那个 不同型的那种学习的那个遗产 包含科学型的那种知识 心肠型的知识 语言型的知识 实用科学型的知识 然后纯粹练习型的知识 另外是重视学习过程之中 科学教学的一个阶段 我们刚刚讲那四个阶段是 赫尔巴特 不过后续他的那个 学生雷恩跟七的 提出来五段教学法这样子 然后主要就是 里程志老师讲 探索提示类比 组织化跟复述 复述 里面就也许 因为翻译的关系也许这些 说法不同嘛 不过我们看起来都是 新旧过去经验连结嘛 老师去传授 然后老师赖以小朋友 去怎么去分组 去比较分析 然后组织综合这样 最后再一个 replementation出来 或是表现出来 或是一个 其末那种总结性的评量这样子 基本上我们看起来跟 今天那种教案设计是有 一举同工 的地方 地方 那就 经济主义对课程设计 影响第三点 会强调课程评鉴必须要是 强调高标准 跟严格要求 因为他认为说如果对学生缺乏 严格的学业要求 危害性是十分大的 因为 缺乏严格的学业标准的话 对学习者或民族体制都是 严格的不公平 不公平啦 对 因为无助于那个民主那种 民主不是只有自由而已啊 民主还有那种自由跟自律啊 法律 民主与法治 那个 成对出现了不能够 无限的自由但是没有法治那种 没有不守规矩这样 第二个如果缺乏严格的学业标准的话 很威胁学校也威胁的自由本身 让自由变成放任 因为自己的自由去 侵犯别人的自由 带来一个 问题的存在这样子 接下来是那个 新税主义的课程的评要 他们认为说 首先就要课程理论发展来讲 20世纪以前 只有课程思想 课程理论还处于孕育之中 其次那个课程在传递社会文化的同时 不可避免的传递传统的价值 跟统治集团所需要的价值准则 这是课程的一个基本特征 好那我们基本上有关于说那个课程 那个 学术理性课程在那个实际应用里面的一些 原理原则里面 实际的那种实践就在这边探讨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在今天课程 这个部分到此暂时告一读读 谢谢大家拜拜